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林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个实用点的话题 我们来说说基金 你说怕被割韭菜投资这个事 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我们只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 但凡我们提高认知了 信息对称了 理性的思维就占领智商的高地了 你就能保护好自己的小金库了 所以这期视频呢 小林就希望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 把我们基金的思维框架给建立起来 为什么说这个重要呢 你知道这个 你之后就不会人云亦云被忽悠了 我们来聊一聊都有哪些基金 这些基金呢都有什么区别 基金里的钱怎么投 赚了钱又怎么分 甚至到它最底层的一个逻辑 基金经理管钱 真的比我们自己管钱要好吗 明确这些信息之后呢 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那下一期咱们再详细的具体聊一聊 怎么去选基金 我废话少说 我们开始 首先啊什么是基金 那简单来说呢 基金就是我们把钱凑起来 然后给一个人管 这个人呢就叫基金经理 叫Portfolio Manager 有时候把它称作PM 也很厉害 框架来讲呢 就是数业有专攻 让专业的人去管钱 是不是很直观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基金的分类 如果小伙伴已经非常熟了呢 可以跳到这个时间 简单来讲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叫公募基金 一类叫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就是私底下募集 说白了呢 就是咱们大众买不着的基金 比如说像对冲基金 或者是风险投资 就我们叫PEVC 这些呢一般来讲 它都是有门槛的 针对那些有钱的大佬 并且哈 玩得起 那监管呢 就不用那么严格了 所以基金经理拿到钱之后呢 怎么赚钱 他们就可以怎么玩 像我们平时听说的 很多高风险的操作 期权 期货 衍生铁 杠杆交易 挖掘大数据 再动不动来个做空 恶意收购等等等等 所以这么高的风险的情况下呢 有的时候一年 汇报率能有百分之一两百 当然呢 有的时候亏本亏光了 也是常有的事 如果赚了钱呢 基金经理在这边 肯定也是能捞很大的一笔 所以现实生活中呢 很多这些私募基金的经理 几个人 甚至十几个人的小团队 就能管理上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资产 里边有很多隐形的富豪 但是他们因为这些行为 都是高风险的 说有投机的操作 所以呢 也被广大群众啊 是非常的痛恨 就比如今年年初的时候 咱们听说什么 华尔街韭菜大战 对冲基金那里边 大家一起去买GME 买AMC 就是一起去打击 这些对冲基金的打造 不过说回来啊 这些私募基金呢 听着云里雾里 很好玩 但是呢 我们也买不了 所以呢 咱们今天说这么多 咱们回过头来说说 咱们能买的 叫公募基金 公募基金就是 公开募集的基金的简称 也就是说什么 张三李四王大呀 你我都能买的这些基金 因为它是公开募集嘛 所以很多人呢 都会把自己 毕生的储蓄和养老的钱呀 都投进去 那监管要求就更严格了 像是那些 刚我们说的高风险的玩法 什么杠杆啊 做空啊 这些操作 在这些公募基金里 都是不能用的 其实公募基金的体量还是不小的 我们就以股票为例 2020年美联储的一个报告说 在美股整个市值里边 有三分之一 是被公募基金持有的 在中国是8% 但是它是在持续不断的飞速上涨 公募基金里边呢 一般我们最常见的 也是我们最常买的 主要的还 又是两大类 一类呢叫共同基金 另一类呢叫ETF 一般呢 我们说买基金买基金 买的就是这个共同基金 在海外呢叫Mutual Fund 然后在国内呢 最近有一个创新叫做LOF 就叫Listed Open End Fund 其实呢就是上市型的开放式基金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基金就可以像我们买股票一样 在二级市场交易了 就你开一个买股票的账户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买基金 就有一个000583 一个什么什么号 直接就可以买了 这样一来呢 它不光可以提高流动性 同时呢也降低了手续费 不过这个LOF啊 虽然在交易形式上是一个创新 但是它的基金的内核呢 跟我们刚才说的共同基金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这种是最普通的 所以呢 不管是共同基金LOF 我们往下就把它统称为普通基金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呢 就是ETF 叫Exchange Traded Fund 执意过来 就是在交易所里头交易的基金 那有人就问了 你说这ETF 跟我们刚刚说的LOF 那不一样的吗 它俩最大的差别呢 是LOF它是共同基金 就有人给你管 但是ETF呢 绝大多数的ETF 都是去追踪一个指数的 也就是说这个ETF的基金 它的价格走势 基本上跟它追踪那个指数 是相差无几的 换句话说你买的这个ETF 就相当于你买了一个大盘 买了一个指数 ETF最近是越来越流行了 尤其是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 也是小林比较喜欢的一种投资方式 具体原因我们一会儿再分析 比如说你现在看 头部的资产规模最大的这些ETF 比如说Spider 就是State Street iShare就是BlackRock Vanguard就是Vanguard 都是现在最头部的几个资产管理公司 这几个基金名字看着五花八门的 但其实它们都差不多买哪个都一样 因为它们都是追踪标普500指数的 国内其实也很多 比如说上证50的ETF 就是追踪上证50指数的 还有很多追踪某个行业的 比如军工的ETF 医药的ETF 银行的ETF 基本追踪什么 在那名字里都写的清清楚楚的 不光是追踪股票 还有一些大宗商品货币都有 而且挺有意思的一点 是虽然ETF它是追踪一个指数的 但是它玩法也很多样 就比如说它不光是简简单单 就是追踪一个指数 它可以是双倍的 比如说我这个指数 是两倍标普500的一个收益率 或者是反向两倍标普500的收益率 给你加个杠杆 给你加个反向 很多种玩法都是可以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 关于这种反向的 因为你要卖一个东西 所以你是要持续做空的 我们之前说过 做空你最开始要把人家股票借进来 你借股票就要付利息 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高的 就算这个指数一直不动 你要长期做空 你都是要亏钱的 所以这种不太建议大家长期持有 当然还有那种去追踪一个波动率的 反正玩法就很多了 而且在美国还有各种很新奇的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肥胖型ETF OBESITY ETF 它就是弄了一堆股票 这些股票都是跟那种健康生活相关的 捆在一起 如果你是看好这个行业 就打包销售给你 所以你能看出来这些ETF 它其实是一般来讲流动性比较大 需求量比较大 量也比较大的 这里边不光是我们这些小散户 小韭菜在那投个资 更多的其实是机构投资者在用这些ETF 来给他们的仓位去做对冲 好到现在 一个普通基金 一个ETF 这两个是什么 我们都搞清楚了 那怎么选呢 有什么区别呢 我总结一下 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普通投资者来讲 最大的两个区别 一个在于费率 第二个在于谁来管钱 费率是普通基金跟ETF 最明显的一个区别了 你可别觉得买个基金 就是交个手续费三五块钱的事 你要交的各种费 还真不是一笔小钱 咱先来说说这个普通基金 说白了一个字 贵 你看到这五花八门的费率 申购费 买的时候要交钱 管理费 托管费 基金放在那要交钱 赎回费 买回来还要交钱 你想管理费 一般就是基金经理 他帮你管钱嘛 就要收那个费 我们之前说大概每年 0.25%到2% 一般来讲是在1.5%左右 注意这里的管理费 如果对应到美股的话 是叫expense ratio 它不仅包括了我们说的 管理费 就是management fee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 别的费用 比如说12p1等等 也就是说是所有 你要给基金的钱 还有一个费用叫托管费 有时候你买基金 就能看着说托管费 每年0.25%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买基金 这个钱你不是直接 给基金公司的 要不然基金公司 卷钱跑了怎么办 一般这个钱 他们都在给放到一个 托管银行里头 就比如说什么招商银行 什么什么银行之类的 这个0.25% 其实是基金公司代手 之后要交给托管银行的 这些叫托管费 托管费和管理费 这两个费用都是按年收的 也就是说加起来差不多2% 这就相当于每年 不管基金经理管得好 管得坏 我都得给他差不多2%的年费 我们自己就得掂量掂量了 他管这个钱 真的就值那2%吗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讨论 除了这些要按年交的 管理费之外 还有就是在交易 比如说最开始买 和最后卖的时候 产生的这个费用 就相当于交易费 或者印花税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基金 它是希望你更长期的持有的 这样你这个钱 在它的池子里时间就更长 所以如果你非常短期的 高频操作的话 它会是有一些 惩罚性的交易费的 就比如说你买某一些基金 如果你7天之内就卖出 它要收你1.5%的交易费 那你要是说 我就非常好狠 我就买卖买卖 短期买卖 反正也行 那这样你还买啥基金 你这就像个慈善机构 就整天给那基金交易平台捐钱了 所以这就引出来了一个 我想最最关键 最最一定要 打怕你今天听完这个视频 什么也没记住 一定要记住的一句话 就是有通基金 是用来做长线投资的 不是用来短期炒的 所以你也不用天天在这盯盘 也不用频繁换手 你想啊 你都交了那么贵的管理费 交易费 专门找了一个专业的人帮你管 你还瞎操什么心 那再来说ETF这边 为什么小林之前说 ETF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真的是便宜很多 首先因为它 其实没有人在里边主动给你管 当然我说的是大多数的ETF 它是追踪一个指数的 你整几个程序员 马上写一写 那几个基金经理 把那程序都写好了 它就可以自己run起来 操作成本就非常的低 一般这个追踪的指数 规模越大 操作起来越简单 这个管理成本就越低 对于ETF来讲 它每年的管理费 差不多在1%到0.6%之间 就比如刚刚我们看 最大的那几个ETF 很多管理费只要0.03% 那对比主动型的基金 相当于不要钱 交易的手续费这边 因为它是在厂内挂牌交易的 所以其实跟你买股票的 手续费差不多 这么一加起来 跟那普通基金一比 就费用仗就便宜了不少 那第二个区别 就是谁来管钱了 你看这个ETF 它大多数都是追踪一个指数的 在国内就直接被翻译成 一个交易型的 开放式指数基金 指数基金都给你写在名字里 这个基金经理的钱投在哪 它不是基金经理主动决定的 而是随着这个指数被动去走的 所以像ETF这种 专业上我们就把它称作 叫做被动型基金 那对于基金经理来说 我就老老实实去 追踪一个指数就OK了 至于这个指数它涨了还是跌了 其实老实讲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谁还拿着管白菜的钱 给你操着管白粉的心 对吧 对他们来说 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减小追踪的误差 并且减少交易成本 这个才是他们需要做的 那和ETF这种被动式管理 相对应的呢 就刚刚我们说的那种 普通型的基金了 就是有个基金经理 在那给你选股 所以专业上就把它叫做 主动型基金 那这个基金经理的决策 就很重要了 他买什么买多少 直接决定了你的收益 他手那么一哆嗦 就决定了你是买了茅台 还是买了乐视 当然这些经理也不是说 所有股票叫他漫天瞎选 一般哈 你就先给他画一个小圈 把这范围画定 这个范围呢 也都是基金那个名字里边 直接就写清楚了 比如是XXX护身300精选 XXX小盘股什么 XXX消费股票 他把那个范围画好了 然后基金经理呢 在这个范围内去选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 投资人来讲呢 如果你有一个偏好 你会就看好军工股 那你就可以买军工股 那种类型的基金 那这些基金经理呢 就是在军工股这个范围内 再给你挑一挑 说到这儿 那么作为一个求知进去 有思想的小韭菜 就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个问题 主动型就一定 比被动型的好吗 有专业人事馆 真的就能跑赢大盘吗 你看我们刚刚主动型的基金 交着那么高的管理费 它真的就值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呢 在学术界啊 一直就有人在讨论 是不是专业人事馆里 就比一个猴子 瞎扔一个骰子 挑出来的股票要好 这个问题呢 一直在争论 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 但是啊 我要给你讲个小故事 严肃一点 影响我的专业形象 2007年12月19日的时候 巴菲特阿老爷子 在有一个网站 叫做LongBats的网站上 就发布了一个十年赌约 以一百万美金为赌注 他就说了 未来十年我敢大赌 对冲基金跑不赢 大盘指数 当然啊 他拿着一百万 对他来讲就是去娱乐一下 但是传达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主动型是拼不过被动型基金的 但是你想啊 我一直想明白 他为什么要搞这么个事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 主动型管理的 可能是想去打压一下同行吧 股神战书这么一下 你别说还真有一个投铁的 叫Ted的小哥 他是一个职业投资经理人 前来应战 于是啊 这个Ted就精心挑选了 五支fund of funds 就是这种篮子式的基金 换句话说 这个基金本身还是投基金的 所以这五支基金呢 就享受了好几百支 对冲基金的权益 然后就信誓旦旦的和巴菲特 来了这个长达十年的赌约 结果十年之后 巴菲特在一封信里边 非常详细的列出来了 那五支基金 和巴菲特选的 这个大盘的收益率的对比 你看啊 从08年到17年这十年里头 标普500指数的年化收益率 是8.5% 而Ted选的那五支基金里边呢 没有一支能跑赢大盘 而且还有一支 在17年的时候就已经倒定 你看结果就显然易见 当然这只是一个赌约啊 我们并不能严谨的说证明什么 但是学术界就一直在探讨 你说一个专业人士管理 真的就比随便扔骰的 挑出来的好吗 现在呢 普遍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是平均来讲 就你把所有基金的收益都平均下来 它是跑不赢大盘的 更何况它有那么高昂的手续费 所以呢 基本的结论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在那些 打一大堆基金里边怎么挑 那你还不如就去买大盘 别急啊 很多小伙伴的问题就要来了 其实你们也发现了 我刚才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实验 是在美股的情况下 但如果放在大A股 它还适用吗 中金其实早就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 之前中金有个报告 它就说 如果我们看国内主动型基金 过去一段时间的历史表现 你能发现主动型基金 普遍来讲 是能跑赢大盘 比如说你看十年期 在国内能跑赢中正全职 和中正800的基金 还不到20% 那我们就要问了 股神的洞见 在咱们大A股怎么就不赢了呢 咱别光看结论 稍微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 经济学里边有一个概念 叫做有效市场假说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证券市场是有效的 那价格就会反映到 这个市面上所有的信息 不存在任何的不合理定价 或者说套利空间 市场是有效的 完美的 不可战胜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 现实生活当中 是不存在这种完美市场的 只是说它有一个度 就是看现在发展的经济体 到底有多接近完美市场 比如说如果你看50年前 被低估的一些公司 比比皆实 你想巴菲特 就是从检验头起家的 就是看着那年报 发现低估 他就买一个坑 一个坑就给捡起来了 但是现在信息这么发达 各种各样的数据挖掘 量化交易 把那些信息 其实都挖掘的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现在的市场 比50年前的市场 肯定是更接近有效市场 换句话说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想去靠主动的 选择某个股票 然后挖掘这当中的 一些价格不合理去套利 这件事是越来越难了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 现在的中美市场 你看大A股里边 还是有很多散户的 虽然那些年报财报 你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但大多数散户 你说要么谁去砍对吧 也不一定会砍 所以很多情况下 你买股票都是 听风就是雨 听着新闻怎么着 追涨杀跌就上去了 股票的价格 肯定就存在着 很多不合理性 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机构投资者 还会比散户 拥有更多的信息 所以机构投资者 一方面拥有信息差 第二方面拥有专业性 他是可以在 没有那么完善的市场里边 通过这些信息 去选择股票 从而跑赢大盘的 所以你看说这么一通 搬出来了一个 有效市场理论 说白了的意思 就是当市场 没有那么有效的时候 专业的投资者 是可以通过信息差 和专业性跑赢大盘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在大A股里边 有一种被割了韭菜的感觉 所以总结下来 你要非问我说 主动型好还是被动型好 我可以非常武断的 说这么一个结论 一般在没有那么 成熟的市场情况 就比如说大A股 主动型基金 也就是说一般 我们说那种普通基金 它的表现 是会优于被动型 就是ETF 但是你放到一个 比较成熟的市场里头 就比如说美股 主动型基金的空间 就比较小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懂 怎么去挑的话 还是买个ETF 费率还低一些 当然这只是一个 非常笼统的总结 在国内 虽然你说主动型赚钱 但你也得挑对人 美股这边 虽说平均来讲 主动型基金跑不过大盘 但是呢 总是有像巴菲特 闻一封新公司 这种bug级的人物 可以数十年 保持超额收益 所以如果你要买 普通基金的话 选对基金经理 才能让你赚得盆满钵满 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基金经理 或者基金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